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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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超量的果糖会给我们的身体 尤其是肝脏带来巨大的代谢负担 相比葡萄糖 果糖已被肝脏摄取 因为葡萄糖在体内代谢途径更为复杂 过量摄入果糖会促进脂肪的大量豪称 增加患肥胖 血脂紊乱 胰岛素抵抗 以及心性关等疾病的患病风险 过量摄入果葡萄浆也会引起肥胖 糖尿病 高血压等疾病 一 肥胖 如果我们摄入的果糖是来自果葡萄浆 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是因为新鲜水果中的果糖被膳食纤维包裹着 吸收速度相对慢 而果葡萄浆中的液态果糖在进入人体后 可以以最快的速度被人体吸收 二 脂肪肝 当我们吃下葡萄糖后 这些葡萄糖会被身体的各个器官或者细胞拿去使用 为身体提供能量 多余的葡萄糖会以糖源的形式储存在肝脏或者筋肉中 当持续吃掉大量含有果葡萄浆的食物后 肝脏周边的脂肪越堆越多 渐渐就形成了脂肪肝 三 糖尿病 随着脂肪肝的加重 人体还会出现血脂代谢异常 进一步诱发胰岛素抵抗 增大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四 痛风 除了诱发非酒精性脂肪肝和引发胰岛素抵抗 长期吃果葡萄浆还会引起痛风 好了朋友们感谢关注 这次常识了解更多常识 见面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